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2404章摆布 如果集齐18人 那同样是一个恐怖的存在 玄武牙道 现在还有灵骁 灵骁 已经不可能受你摆布了 一摇摇头道 也就是说 你不可能练成一十八名血傀儡 因为大道缺一 世间的事 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事情的 你说的不错 玄武牙争了两酒 他才叹了一口气道 的确 这个世界上 是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事情了 这么说来 倒是我有些执着了 所以把他们交给我吧 我保证 他们即使是不如我 但也会成为人得利的助手 一笑了笑道 好 我把他们交给你 玄武牙一点头 他下定了决心 送陈若曦回去以后 叶浩轩打车来到了父母的家里 叶浩轩的父亲因为身份的误书性 所以是住在京城的某个大院里 这个大院里面 住的人全是高级领导 而且门口的关卡吉言 这些警卫 可都是喝枪实弹的 这个地方也并不是非要住在这里 而是自愿的 距离上班的地方 距离上班的地方近 而且交通便利 这里统一是清一色的二层阳楼 叶庆晨夫妇 有两处住所 这个地方是办公办私性质的 平时工作忙的时候就会来这里 如果不忙的时候 就会住到私人住所 最近一段时间 代表大会的召开 以及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比较多 所以叶庆晨便搬到了这里 而刘云也跟着搬过来照顾他 这里的警卫吉言 叶浩轩以前来的时候 可是能刷脸进来的 但是这一次 他却遇到了意外 因为这里的警卫 一般来说 都是二三个月换一次 叶浩轩在国外待了大半年了 所以这一次回来的时候 警卫全换了 而他居然没有一个认识的 更让叶浩轩哭笑不得的是 那个年轻 还带着一些稚气的警卫 居然把他拦在了外面 要求他出示证件 可怜叶浩轩 不管是走到哪里 都是能刷脸的 现在倒好 他回自己的家 反而要出示证件了 他拿不出证件来 那小警卫的脸 马上绷紧了起来 他的手 都放到了枪托上 然后紧急地呼叫出一队人来 因为这小警卫是刚参加正式港哨的新兵担子 而且这个地方 他的上级不断地告诫他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如果混进去有些别有用心的人 那他们一整队人都要跟着玩玩 所以 他显得特别的紧张 叶浩轩一出示不了证件 他就马上怀疑了起来 看这一大队新面孔的警卫跑出来 叶浩轩也是感觉到无语 这特么都什么跟什么 他回一趟自己的家也不行了 叶浩轩努力地解释道 这里真的是我家 不幸你可以去七号别墅的叶首长叫出来问一下 我是他儿子 对不起 我没有这个权利 你要出示证件才行 警卫崩这脸 一点也不肯让步 叶浩轩无语 这要真的是别的地方 他二话不说 直接闯进去了 这一对警卫 还真的不够他看的 但是蛋疼的是这个地方是他家啊 难道他回自己的家 也需要闯吗 这要真的传出去 非让圈子里的人笑掉大牙不可 他夜大少回来的时候 居然被荡在了外面 就在这个时候 恰好看到叶庆辰的专属 坐驾从里面驶了过来 一杆警卫马上紧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看到了叶浩轩站在外面 司机赶紧把力停下来 叶庆辰从里面急吼吼地跑了出来 父子大半年未见 而且叶浩轩还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几乎可以说 嗜酒死一生了 现在再次见到儿子 叶庆辰也不由得有些激动 回来了 终究嗜酒居上位的首长 即使是心情在激动 但是叶庆辰还是努力的让自己保持镇定 他看着叶浩轩道 爸 我回来了 叶浩轩笑了笑道 回来了就好 回来了就好 走 回家 叶庆辰抓住儿子的手 静止走了进去 首长 那个会议 司机提醒了依依 因为他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自己的首长 呆惠儿的会议规格可能要高一些 叶庆辰如果不到场的话 可能会不太好 告诉他们 我今天有事 这个会议让小王赞带我去开 回头向我汇报一下就行 叶庆辰挥挥手 拉着叶浩轩向院子里走去 他 他真的是叶首长的儿子 那名警卫有些目瞪口呆地问 他是刚刚从部队里 调班到这里来的 对这里的家属关系不是很了解 而且叶浩轩又是刚刚从国外回来 所以他不认识也正常 虽然他这是忠于自己的职责 但是想想刚才的事情 他心里还是不免有些忐忑不安 那是当然 我们的叶小首长 可是大名鼎鼎的医生啊 以后眼睛放亮点 在这院子里 你别看身份高的人大有人在 但是他们跟我们叶小首长比起来 还差的 不是一点半点 司机以一幅教训的口吻 对那警卫说 记住了 记住了 小警卫连忙点头 他的心情不免有些激动 他这才知道 原来大名鼎鼎的医生 居然是叶首长的儿子 真的是虎父无犬子啊 刘云座为家庭主妇 他平时也就洗洗刷刷 照顾一下丈夫的起居 他刚刚把手里的活放下 门就响了起来 不是刚刚上班走吗 急吼吼的 说有什么重要会议 怎么这一眨眼就又回来了 刘云有些不解的放下了手里的扫把 跑去开门 妈 映入眼帘的 是儿子那张熟悉的脸 刘云一下子愣住了 他呆呆的看着大半年不见的儿子 一时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云啊 快看 我们的儿子回来了 叶庆晨笑着说 我今天不上班了 我们一家三口 在家里好好的呆呆 中午一起吃个团圆饭 你这小兔崽子 你总算是知道回来了 你还知道回来 刘云的眼圈瞬间红了 他捂住嘴 努力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自从得到了传回来的消息 叶浩轩出事以后 他几乎就没有睡过一个安稳的觉 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儿子的安全 你这么做 你这么做 自己团萌 我家的奶泊 你这么做